我們在職場上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委的市長特別重視 所以我們目前有成立35個安慰家族 這35個安慰家族也都很認真 齊心齊力的在產業市裡面 推動相關職業安全衛生的部分 在職場上的落實的部分 那我們成績也非常的好 除了我們轄區裡面 大家互相在激勵 分享創作共好之外 那我們主安署也在去年辦理 我們相關安慰家族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 這樣的一個每一個環扣互相激勵 分享比賽的部分 我們在這部分 我們很多安慰家族 也都代表台南去參加 包括我們齊美實業 齊美醫院還有勤創 還有我們統一實業 東洋的部分 這幾個家族都成績都非常好 都被顯上在這個激勵 在這個激勵營裡面的比賽的一個成員的部分 最終最後的成績 我們齊美實業得到總冠軍 就代表我們韋哲市長推動這個成績 也在全國上被受肯定的部分 當然今天能夠來更加分享 我們要把這個 除了指的提升之外 我們要把量比較擴散出去 所以我們今年又增加兩個我們的勝利軍 所以我們35加2就會變成37個安慰家族 我們今年增加的是三打制藥跟中油 那我們都希望這兩個安慰家族進來之後 我們的量 我們的放油再擴大的部分 那共同為我們台南這個社區 這會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的部分 我們因為職業安全衛生落實 我們才能夠達到 韋哲市長推動的希望家園 韋哲推動的希望家園 就是大家 都能夠早上開城很高興 很平安來到職場上去上班 把這個很高興的心靈在職場上 這樣的歡歡喜喜的很輕鬆的做工作 那做工作一定會提升我們的工作效力 最重要的 好辦的是大家都很平平安安 到家庭享受天倫之樂 就是為著市長推動希望家園的願景的部分 我希望說我們生打制藥跟中油 兩個安慰家族進來之後 我們達到37個安慰家族 真正能夠幫助韋哲市長落實希望家園 在台南實踐的部分